同修的指责和非议 同修对以后帮助大家做事有点失去信心 甚至不愿意再出面处理或者是组织共修组的一些事情 请师父为这几位同修开示一下该怎么办 很简单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把共修组的组员就当成他的孩子 他要帮助孩子补功课 因为孩子不听话 不用忠的好好的读书学习 你说这位作为他是母亲的话 他会不会放弃帮助他的孩子 他是不会放弃的 因为共修组的人不是他的孩子 所以他就不肯发这个心 观世音把所有的苦难众生都当成他的孩子 这么在帮助 所以他永不嫌弃 永远这么在精进的做 所以他才能成菩萨 才能成佛 而我们碰到一点困难了 今天前八郎后八虎 觉得哎呀搞到我身上了 哎呀我怎么样 就不敢承担 所以这种人只能下辈子再偷人 所以为什么要学佛 佛不是嘴巴里讲讲这么容易做的 佛是要付出的 任何救人的人哪一个不付出就能成佛的 所以希望他们要好好的想一想 这些如果共修组的人需要帮助的 是你的亲人 是你的孩子 你是怎么想的 你会不会放弃 你一个都不会放弃 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孩子 正因为你没有把他们当孩子 没有爱心 你没有慈悲心 你没有无我的大爱 所以你才会放弃 因为你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为重 你没有考虑到别人的痛苦 所以你就会收手 就不会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人的自私心 因为你拥有人的自私心 你就永远成不了菩萨 你永远成不了佛 所以学佛不是这么容易 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嘴巴里说的 那是要靠行为和你的思维 还有你的语言来不断的去努力 去帮助人家 让人家能够感受到菩萨的爱 就像一个母亲一样 你要让孩子爱你 母亲是默默无闻地在奉献出 今天观世音菩萨 让这么多的人膜拜 因为他是从来不顾自己 有求必应 今天小小的一个师父 今天帮了你们了 你们知道有感恩心 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学着师父一样 去帮助更多的人 让人家也感恩你们呢 你们做得太差了 师父只能说很自私啊 看到人家帮不了了 有点问题了 马上就说掉了 马上就打回自己原籍了 就不愿意再去帮助人家了 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亲人 这么去帮 但是师父也要跟你们讲一句话 如果你真的帮不了的话 你可以帮一点点 但是你如果有能力去帮他 你不帮你就是见善不作 你不帮你就是见善不作 明白了吗 明白 没事 谢谢 intéressant 明镜与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